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谈空性 大家晓得空性很难用你的 这个想念去测度 因为很难测度它的无边无际 所以很容易让人家抓狂 不好讲 释迦牟尼佛说法四十九年 讲的这个真如 用剥叶字去测为式 为式是最小的 空性是最大的 真如又是包含全部的 这个实在让你怎么去想都没有办法想 所以有人讲一切皆空 也不对 因为所谓空性是从空中显出它的实性 那么天台中就有这样子的叫天台三观 天台三观 它的方法是讲 一切有像的 所有有形象的东西都是空的 一切有形象的东西都是空的 这个第一个空观 无像的世界就是空 无像的世界就是空 有像的世界也是空 这一个证明出来 是这样子的 那么一切有形象的东西 全部都是假 一切有形象的东西 全部都是假 我最近这个 读这个书 我们小的这个 给孤独言 以前那个给孤独长老给释迦摩尼佛 盖一个那个给孤独言 那么给孤独言里面有这个金色 那叫什么金色 子言金色是吧 这个总之你们讲话那么小声 什么金色 奇言金色 就是要这样子讲话 我才听得到 我才能够讲出来 其实我是知道的 但是我那个第一个字的花音导师 要花错 我以前导师讲子言金色 其实是奇言金色 奇言金色 他那个奇言金色是七层楼的 七层楼 当时是很漂亮的 大家知道给孤独长者 给佛陀买那个给孤独言 是用金子去铺地 那个王子讲 他本来不卖的 到时候给孤独长者一定要买 他说这样子好了 你用房金给我铺满 给孤独言 我就卖给你 结果他真的用金子 把给孤独言给他铺满 那个时候很有钱才有办法 所以这个一铺起来 他盖着这个金色 奇言金色 这个金色有七层楼高 在当时来讲是最豪华的 现在你去看 七层楼 一片灰 什么都没有 也就是经过了两千五百年以后 这东西就没有了 所以楼都会没有 你说舍卫国 当时舍卫大臣 是一个 是一个大城市 是一个很 在佛典里面讲 讲说这个 舍卫大臣里有七千万人口 你说七千万人口大不大 舍卫大臣里面有七千万人口 现在那个TOKYO才几千万 两千万 两千万人口 十位城有七千万人口 现在呢 舍卫大臣什么都没有 还有啦 一些庄啊瓦啊 还有一些人住在那里的 没有那么多人 这个是证明什么啊 有形的世界都是假 有形的世界都是假的 他会消失掉的 他会化为空的 他会解散的 他会分解 他会承住坏空的 这个就是一种假观 像我们人一样哦 我讲的地水火风一分解 你这个人在哪里 卢森燕在哪里 卫出生以前在哪里 死掉以后在哪里 卢森燕卫出生以前在哪里 死掉以后在哪里 还不是都是假的 分解啦就是假的 一切就归于空了嘛 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叫做空观 假观 另外从空假当中啊 生出一种观叫做中观 这个佛教里面呢 一个支派叫做中观派 这个天台三观 空假中三观 就是从空跟假当中显现 他的实性 叫做中观 这个叫做中观派 佛教里面的一个支派 叫做中观派 所以你研究这个天台三观 你就可以知道了 然后我们将来啊 回到印度去 然后去看十位城 南比宁岩 看菩提树 看恒河 看这个阿兰多 阿兰多大学 你可以去看了 看灵山 现在的他们去看了 回来都说 剩下一些石头 黑石头 白石头 灰石头 然后他们就是 给他拿一颗起来 放在口袋的回来 他说留个纪念 去拿恒河沙回来 留个纪念 全部都是变成 断墙 断墙 这个变成废土 一片 可以讲这个是有形的世界 最后都归空 有形的世界 都是假的 但是他的真理 所在 真如所在 就是他的实性 还是有的 佛性本身 还是有的 你取出他的实性 跟佛性出来的话 这个叫做中观派 这个就是中观 例如我们 这个在禅定当中 一切皆空 进入这个空定 禅定里面的 这个空定里面 那个心无量 广无边 广无边 心无量 广无边 这个境界就是一个空定的境界 一切无所有 一切无有边 连想都没有 就是非想 非想天 连想念都没有 连事都没有 进入这种境界就是空定 但是你在这当中 一定要显出他的佛性 一显出他的佛性 就是真如实性 就是真如 所以我们讲 要有花菩提心 你这个菩提心要显现 佛性要显现出来 就是空性 佛性 空性 真如 般若 为世 瑜伽 就从这个菩提心里面 佛性里面显现出来 这个就是中观派 我们讲这个空性 当然是很难讲 很难去体会 但是佛陀的教法 跟禅宗的教法 禅宗叫你 断掉 所有的念头 融入空性里面 显出佛性 直指佛性 就是这样子教的 今天讲到这里 我怎么样 Ż És 我是密 oath 从政令 有个人 在打 溅 信 即 吻 行 店 凶 什么 Tok 谢谢大家